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现在开始基督教要义经讲系列课程第203课 辩指说与同志说批判基督教要义第四卷第17章12节到34节 这节课开始之前在12小节一开始的部分 加入牧师说到这样的话 他说现在这很明显一个论述的主题的转换 前面讲了一些内容 现在我要讨论那些关于迷信而产 因着迷信由于迷信而产生的关于圣参的各种夸张 然后他们这种夸张的说法会将人的心思从天上 引人的心思从天上的专注专注于什么错误 以为基督府在顶上 开始引向了要批判要讨论有关圣参的一些错误的错谬的说法 前面已经说了撒旦攻击教会 常常借着一些错误的教训 似是而非的教训 迷惑百姓动摇我们 夺去上帝作为慈父赐给教会的这样的祝福 这样的宝物 然后以至于让我们陷到错误当中 现在他说这种主张有个特点 就是让我们的心思从天上转向地上 定睛在丙 而且说到这个基督附着在丙上 内在于丙上等等 然后就导入到他要进行的这些批判里面 那这节课里面我们主要是针对两种批判 第一种批判 一个是批判变指说 第二个就批判同志说 这个同志 然后在第三部分就会谈到正确的领受圣参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变指说批判 他主要批判的对象 或者说这种主张变指说的主体 是罗马天助教主张 变指说主指是什么呢 他们说这个属地的记号 这以前我们也讲过 圣参的记号里面有属地的 属天的属物质的 属灵的 外在的形式 内在的实质 外在的记号和内在的应许等等 这样的一个对立 所以属地的记号是指这个丙和碑 与属灵的本体 就是丙和碑作为圣里的外在的物质 媒介 记号 它有所指 它应许的或者指向的实体 属灵的属天的本体 不对应 他们主张是不对应 圣里的性质就会被推翻 他们说如果丙 被和他所代表的指向的基督的身体和血 不对应的话 这个圣里就不会摧毁了 就没有意义了 某些方面他说的好像对 待会我们慢慢的去分析和批判的 然后他说原来的丙 借着神父的祝圣 注意这是很重要的 原来的丙 教会为了准备圣餐 吃到的大麦饼等等 无教饼 考的饼 神父 神职人员 祝圣之后 当然他说的祝圣就是我们更正教里面说的举起手祷告 祝谢 但是他们赋予了这个祷告有一些特殊的神圣 然后祝圣之后就变成了 注意这个变成基督 变成基督 转变 变化 基督的身体 注意基督的身体 实际的地方性的临到圣餐里面 地方性的基督的身体具体的实际的在某一个场所临在 特别是举行圣餐的这个礼拜的场所 基督的身体实际的临在这里 丙里 然后被物质的也就是说这个丙或者说这个基督的身体 物质性的被拿在手里 被牙齿咀嚼 被吞咽 所以这是罗马天主教里面主张的变指说 话指说的核心 如果饼就是饼 他不跟基督的身体对应 那么圣餐就是没有用的 那他所怎么个对应呢 基督的身体 基督这个饼被神父诸圣之后 祷告之后 他真的就变成 手里抓的这个饼真的就变成了 当然他们也有别的说法 后面我们说 总之呢 基督就以一种物质性的实际的地方性的真的临格在饼里面 然后我们咀嚼的时候就咀嚼基督的身体 所以这种说法被称为变指说 那这个说法在第四次拉特朗公会上 1215年 被正式的宣布公布为他们正统的信仰 他们凭什么这么主张呢 他们自称是以古教父的一些主张 以及以圣经为根据 那加尔文就针对他们的这种错谬提出批判 首先他们既然主张他们的根据是圣经 根据是古教父 所以他就先针对他们圣经的根据进行批判 变化的方式 他们以为自己回答非常敏锐 虽然他们隐正与所讨论的主题毫不关系 毫没有关系 隐正的什么呢 经文跟他们所主张的观点是没什么关系的 他们说摩西的杖变成蛇的时候 出埃及记 大家都熟悉 虽然得到蛇的名称 那个杖却仍然保留原来的名称 就是杖 上帝吩咐他杖丢在地上就变成蛇了 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变成蛇了以后 他仍然被称为杖 因此他们说 饼虽然变成新的实质 仍然可以照着他可见的外表来称呼 注意可见的外表就是饼 手里拿的看见的感受到的就是饼 他虽然发生了一种变化 变成基督的身体了 但是仍然可以拿可见的外表来称呼 仍然称呼的饼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基督的身体了 并没有不妥 所以加尔文说他们这种举证呢 实际上根本不是严谨的使用圣经 这个摩西杖变蛇这个事情跟圣参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就这么牵强的 断章取义的 肆意的把这个作为他们圣参 变指说的这种话指说的这种证据 加尔文指出 不变的法则乃是圣参中没有任何真 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应许 应许基督的身体是真正的 肉除非外在的象征 真正实质 是肉 他们主张圣参中没有任何真正的应许 若没有真正的应许 应许基督的身体是真正的肉 除非外在的象征和真正的实质 确实是肉 圣参中如果没有真正的应许的话 应许基督的身体是真正的肉 除非外在的象征是真实的 实质的 确实是肉 待会我们会解释 但是他们因这一错再错 以错生错 错错相生 前面这样错误的解禁 结果就导致出其他的错误 他们歪曲耶利米书的一句经文 来证明他们的话指说 便指说 话指说 一个意思 先知诉苦说 他的饼中放入了木头 他的饼中放入了木头 这是根据五加大圣经的中文版 所以跟我们中文不一样 一指 由于仇敌的残酷 他的饼沾染了苦味 正如大卫用类似的比喻说 他们拿苦胆给我 当时我渴了 他们拿醋给我喝 那这些人认为耶利米的意思为 基督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的木头上 发现了没有 很擅长用寓意解禁 寓意解禁的一个特点就是 脱文本 脱原意 四意的去想象 圣经里有一些寓意解禁 除此之外 我们要慎重用寓意解禁 虽然教父们也很喜欢 奥古斯丁也喜欢 寓意解禁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 但是今天寓意解禁非常危险 中国人 中国基督徒也是非常喜欢寓意解禁 假御明等等 都很喜欢寓意解禁 那寓意解禁解出来的很妙 很美 我是加上一号的 但是也有的时候是很荒谬 就是太主观 都是飘着云 天上的云和地上跑的马之间 什么必然联系 你找到那种连续点是很难的 除非你找到像雅各的那个梯子一样 一头立在地上 立一头立在天上 你从地上一步一步爬 倒到天上 不然的话中间断层 完全靠着信仰的这种跳跃猜测 想象之间关联性很差 很低 所以你发现这个饼和苦味 它就扯到这个基督的定十字架 反正跟木头联系来 就往十字架上贴 我们中国人可能容易接受 因为我们一贯都是这么搞的 那这部分的教父 这是部分教父的观点 我回答 我们应该原谅他们的物质 除去他们的羞辱 而不是继续增添厚颜无耻 就是教父们有的时候错误的欲以解经的时候 我们该原谅他们历史性的批判的时候 教父那我就全然接受吗 不 他们有错误的时候理解就好了 但是不接受就好了 也不必非得包庇他们 或者是故意的轻视他们 但是不要在他们的错误上 错上加错 使他们与先知真正的含义继续恶意的作对 就教父们错误的理解和先知们真正的意思之间存在着这种断裂嘛 不连续性嘛 先知是指A 他们却以为是B 然后我们又建立在这种错误的解经基础上继续发展的话 就错上加错嘛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天主教代表性的举了几个例子 他们解经就很不严谨的 这样肆意的去支持他们的 然后第二呢 他们自以为古教父支持他们嘛 古时不错 有些神学家 古时的神学家 教父嘛 偶尔也用这种转变 然而他们不是想要废掉外在记号的实质 外面的记号就仍然是教 饼仍然是饼 不是要废除饼 饼变成了一种另一种非饼的另一种本质 他们乃是要教导圣餐所用的饼和普通的饼不同 经过祷告之后 作为圣餐的记号 他就与一般的我们家里吃的饼有所不同 是为了强调这个 他们清楚一致的教导圣餐包含着蜀地的和蜀天的两个部分 关于蜀地的部分 他们丝毫毫无争议的解释为饼和酒 这外在的记号 那早期的作家也没有一个不明确承认 圣餐的神圣象征 乃是饼和酒 葡萄汁 虽然正如前文所说的 他们有的时候用各种称号来称他们 以送赞他们的奥秘的尊贵 因为是作为圣餐的介质 所以给他们一定的尊贵 区别于一般的饼和一般的葡萄汁 所以当他们说饼和酒 在祝圣时发生了隐秘的转变的时候 已经与原来的事物不同的时候 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的 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原来的饼和酒 不再是饼不再是酒了 已经彻底消灭了 变成另一种物质了 外在的介质仍然是普通的食物 但是他们中显明了属灵的粮食和饮品 圣礼之前我们讲了圣礼的外在的介质 和内在的英雄和属灵的所指 这个已经讲了 他们两个错误的论证 一个是错误的乱引圣经乱解经 第二个是误解教父们的主张 这是在基督教要义里 常常看到加罗文批判这些错误的主张 或者听主教的时候 常常指出他们的解经的错误 他们对古代文献的一些主张的错误 其实这两个性质一样 这个也是基督教信仰里面 非常重要的两类文献 第一个文献就是圣经 我们所有的信仰生活的教导 观物生命 境前一切的智慧和真理都在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阅读圣经的是如何诠释很重要 你读的圣经是圣经 虽然不是什么希伯来希腊原稿 因为原稿已经找不到了 也不是什么权威的超本 而是后来编辑的超本 公认的超本 然后翻译成的中文 所以译本和超本之间和元宝之间 严格来说是不能等同的 也可能会存在着某种不同程度的错误 更何况我读 我读的这个文本 我理解的意思和文本本身是有差别的 大家一定要区分开来 很多基督徒 很多传道人 他们误以为我理解的圣经就是圣经 这个概念好像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之间的区分 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天地的区分 圣经是误的 圣经是绝对的 圣经不会错的 但是我读经我会读错 我读经我对圣经的理解和诠释不是绝对无误的 所以你不要把你对圣经的解释理解当成绝对无误的 以至于你读的圣经 你理解的圣经 你就因为那是绝对无误的 所以拿你的理解去批判一切当成绝对的权威 圣经本身的意思 我们要按照一些正统的解经方法 包括大公教会等等 那个诠释的传统 我们要正确的去 当然这个需要一定的技术 即便没有文化的 当然也是单纯的心的话 关于一般基本的生命近前和生活指导也会很浅明的 这是圣经的这种一读性或者是浅白性明了性的特征 但不意味着圣经可以不无章法的随便去读 随便的去解释 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诠释等同于圣经 于是乎我的解释约等于圣经 然后把我的解释和过去正统信经或者是正统解释 就放在我的理解的底下去批判 所谓的圣经最高权威 以圣经作为决定的标准去批判任何的神学 理章和观点 理论上对 实际上是犯了个严重的错误 就把我个人的解禁等同于圣经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理解圣经的时候 应该把我的理解 我认为的亮光 我认为的意思和正统的试经学者的解经 和正统的教义做对比 用他们至少他们已经经过历史的验证 或者别人的批判 或者是信经信条 已经被一定范围的接受认可的 它就大于我 我个人的感动和联袖 所以作为教研来批判 来校正我的解释 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我们对一些的经文和教义理解 是存在错误的 所以我们在过去 现在比过去更进步 不断的学习 纠正我们过去对一些信仰 一些经文的理解 一些观念的理解 以前赌系不移的 以为那就是神的旨意的时候 现在看来是何等的令人惭愧 和污知感到羞愧 为什么 我们现在进步了 为什么进步 从别人来学了 更具有验证的 更可靠的 所以加尔文按照正确的 发现圣经的意思 去批判他们的错误解禁 然后正确的去解读教父的作品 来批判他们错误的理解 能够批判的前提 不是因为大家都有一本 和本圣经 都有手机APP 是因为大家是不是 能够正确的去解禁 正确的去阅读一些文献 正确的去把握这个阅读能力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加尔文是他在巴雷大学和他学法律等等 这些训练已经使他具有一定的实力 可以更何况他还查考一些重要的 像奥古斯丁等等这些学者的注释 讲道等等 那紧接着呢 他说基督对于圣礼真正 圣参真正的旨意什么呢 基督期盼 借着外在的象征 并和被见证 他身体是粮食 记号和实体之间的关系 我不再重复了 既然圣参不是 不过是显著的见证约翰福音六章里面的应许 即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就必须要看见丙来预表属灵的 所以圣礼两要素绝对不可轻忽任何一个 一个是外在的形式 外在的记号 外在的介质 另一个是内在的实体 属灵的实体 应许基督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赚来的一切 在他里面的恩惠等等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一些过度的去轻看仪式的记号 其实这一刻就是有点过度重看记号的 以至于丙呢 当然这个内在的逻辑的矛盾 待会我会讲 以至于他们认为这个丙就是变成了基督的身体 但是加尔文说基督设立圣礼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丙 实实在在的丙 让我们知道这个丙所指向的属灵的基督的身体 所以不可模糊这两个界限 保罗说我们虽然多一个丙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是分寿一个丙 这个丙是实实在在的丙 圣餐用的介质 我们领受随多扔一个丙一个身体 这个丙就是指基督的身体 这个身体补充说明这个丙 如果丙只是幻影 没有实在 保罗凭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同领一个丙 分寿一个丙 因为我们随多 但是仍然一个身体 一个丙 现在所分寿的是实实在在的丙 不是幻影 而是实在的 为什么说幻影呢 天主教说 这个丙在著生之后 已经变成基督的身体了 看似丙 但是不是丙 是基督的身体 实实在在基督身体 也就是说原来的丙 已经不复存在了 所以加尔文说 实际上他们手里抓的 把这个丙视为幻影 所以我说它是内在的 逻辑上的矛盾 一方面过重的看重丙 丙就是基督的身体 但另一方面又消灭了 灭失了丙 为什么 丙不再是原来的丙了 第二 我们来看同志说 同志说主张的主体是 以路德为代表的路德宗 他们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基督的身体 路德是讲说 基督的身体实实在在 在丙之下 但是他们官方后来发展 主要报告说是 与丙同在 与丙一起 这个基督的身体 与丙一起 一同在它里面 在它下面 物质性的存在 注意差别 天主教说这个丙变了 虽然他们一方面维持 说丙还是那个丙 但是变了 莫名其妙的 其妙的变 但是已经变成实实在的身体了 他们也解决不了 这种张力和矛盾 但路德宗呢 不同意这种说法 丙仍然是丙 但是基督与丙同在 在它之下 在它之内 基督的身体是不可见的 是无限的 因此能够隐藏在底下 除非基督从天上降到丙中 否则就没有其他途径 与它相交 基督复活生 天亮门在天上 如果基督润润在天上的话 那我们如何与它交通呢 领受它的身体呢 所以它降下来 以一种不可见的 以一种无限的 超越时空的 场所的 与丙同在 藏在丙之下 基督地方性的临在 路德宗 其实我曾经讲过 路德宗是半天主教 这个圣参观 实际上跟天主教 观念是程度的问题 有些共同的特性 地方性的联合和触摸 天主教说 嚼基督的那个身体 嚼饼的时候 喝的时候 真的是在咀嚼 真的是在吞咽基督身体 一个是已经全变了 吃进去 另一个是夹在中间 混合在中间 吃进去 五十步和百步的差别 地方性的联合 物质性的 或者是粗略的 包含在饼的当 这就是同志说 基督的物质性的身体 与物质性的饼同在 在它里面一起 在它下面 在它其中 然后他们公布的 这个正式的承认 这个信仰告白是 协同书 中文可以翻译成 协同书 或者协同信条 1577年发布的 他们论证的证据是什么呢 第一 也是从解经上 他们反对隐喻 各种解释 隐喻 而居首于字面的原因 这是我的身体 第二 他们认为 基督降生为英尔 长大定在 实际上在坟墓当中 以及复活后的身体显现 升天 以及升天之后 向斯提凡保罗显现 这都是由于神的安排 上帝这么安排 安排他降杯 实实在的身体 安排他升天 坐在父的右面 又安排向斯提凡显现 第一个是他的解经原理 第二个是他对圣经的这种理解 那加尔文对他们做出批判 首先指出 他们将基督的身体混合在饼中 因为与饼一同 在饼 在其中 在其下 混合在饼 一吃饼的时候就夹着 连同基督的身体一同吃了 父与基督身体 以一种与他的属性不合的 无所不在 定又说在饼下 表示基督的身体隐藏在饼下 什么意思 第一加尔文洞察到了他们的圣理观 是饼里面混合夹杂着基督的身体 而这种身体的属性 是基督身体不具有的属性 他们赋予了一种基督原本不具有的新属性 就是无所不在 所以这种同志说 换句话表达就是 基督的人性无所不在 便在说 基督复活升天了 坐在腹的右面了 带着复活的身体 路德宗说 现在就在饼里 与饼同在 在饼旗下 吃饼的是吃基督的身体 所以他们所主张的这个基督的人性 是变在的 无所不在的 加尔文说 这种属性是基督的身体 或者人性是不具有 原来不具有的属性 他们赋予的 那首先呢 加尔文牧师提出 批判他们的解经原理 就是说解经的时候 要按照文法规则来探讨 为什么 路德和他的路德宗 他们是举手于自具主义 按照字面去理解 这是我的身体 他们就认为 这就是主的身体 字面上没有别的意思 不要寓意 也不要暗喻 加尔文说 文法的规则 文法就是按照文学 现在的话叫文学解经 文学解经 历史解经 文学是指 无论是这个 这段经文所在的文本 是什么题材 包括它内在的逻辑 文脉 结构 上下文 实态 语法 等等 批判一个事情的时候 批判一个主张的时候 要留意对方的解经 为什么这么都本着圣经 历史上没有一个异端 不拿圣经讲话的 关键是他们如何解释 你如果不了解 正确解经的法则 你就没有办法去纠正 他们解经上的错误 所以加尔文指出 他们没有按照文法的规则 去探讨这个问题 他们拘手于字面的意思 字句主义 第二指出 与基督真实人性不相符 他们提出这种文质 基督的身体真的降下来 灵格在柄 真真实实的物质性的灵在 与基督的真实的人性 是不相符的 他从这两非常重要的点 去回应他们的错误 首先来看按文法的规则 根据保罗和路加的权威 我知道 丙被称为基督的身体 乃是因为 他是用身体所立的约 路加说 路加记载在最后 晚餐的时候也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说的 那保罗也说到 同理一个杯 一个饼等等 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 从来没有暗示 他们认为 这个饼是真实的 内蕴着包含着 或者夹杂着基督的身体 第二 他讲到 所预表的本物 与所欺标记的这个记号之间 记号指向那个实体 属灵的实体 看得见的饼和杯 他所指向的基督身体和血之间 存在着相似性 所以将本物的名称 归给记号 称饼是主的身体 称杯是主的血 基督拿起来 基督坐在那 拿起饼掰开 注谢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取起杯 注谢了 分递给他们 这是我的血 这两种同时间存在 已经说明了 圣理的意义 不然的话 有谁愚蠢到一定程度 基督的身体在那里 然后说到 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 又同时 基督的完好无缺的身体 和他手里拿着的 包含着基督身体 这样就存在着问题 对不对 所以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这固然是一种 预表性的说法 但也非常恰当 这种圣经的作者 无论是保罗 还是彼得 这个路加 记载这样的经文 讲述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混淆 丙和基督的身体 之间的界限 丙就是丙 基督身体 是基督身体 按照圣经 普遍的用法解释 圣经关于圣理的表达方式 这就是圣经 整体的概念 我们之前所说的 信仰的类比 圣经论到圣理的时候 总是才用换育 比如说 割力是约 割力明明就是割羊皮 一般难写旧约里面 割力和约是两回事 但是割力象征着 代表着上帝立约的记号 所以割力是约 羔羊是主的约节 圣经这样表达 然后律法的纪为赎罪纪 类似的 旷野流出的水 流出水的潘石是基督 保罗也说 那随着他们的灵潘石 就是基督 潘石是潘石 基督是基督 有谁能想到 随着他们摩西一敲 结果敲到基督的脑袋上 流出来的血 供给大家喝 明明是敲的石头 但圣经就说 那磐石就是基督 这种幻育法 保罗也使用一些实质性的动词 他称 禀是同领基督的身体 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 我们同领基督的身体 但是同领与基督本身是不同的 他们领的时候 圣餐的时候 你们现在自家吃 难道是清曼主的教会吗 有的人酒醉 有的人撑着了 但有的人饿着没有吃 初代教会的时候 他们吃爱宴和圣餐 但常常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食物 吃的饼和杯 喝的杯 和基督的身体之间是区分开来的 事实上论到圣礼的时候 圣经使用这一实质动词 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 作为永约 这是隔离 作为永约 隔离和约 约结的律律是这样 约结是高扬吗 是 是吧 当保罗宣告 那磐石是基督 刚才我们也说了 是的语气 不是也如论述基督时强烈吗 当约翰说 那时还没有圣灵 没有圣灵 因为那 耶稣尚未得到荣耀 如果按小字的话 那我们想知道 实质性的动刺的语气如何呢 如果他们严谨的坚持 他们的法则 按照字面去理解的话 就必要摧毁圣灵的永恒的本质 因为那时还没有圣灵 圣灵还不存在 那时还没有圣灵 不是圣灵还没在 这个宇宙当中存在 悲存有无 他的意思是说 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正式的被自下嘛 对不对 当然基督在地上做工 无时无刻都是三一上帝同时做工 圣灵与他同在充满 他帮助他等等 靠着圣灵赶鬼 所以明显这个不是字面上没有圣灵 异端很多都是这样解禁 我们中国很多可爱的基督徒也是这样解禁 曾经那是二十年前 有一个家庭教会的同工问 变嘛 当时他们是安民念主义嘛 他们否认救恩的确据 我是所谓的那时候没有正式的挂牌 我是没有贴标签 我是改个综号 但是信仰是长老会的信仰 然后他们就引用约翰一书的二章一解释三解 弟兄我们现在如何 将来如何我们并不晓得 他就拿这个经文 你看这些经文说 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你将来一定进天国 我说你再读读后面那些经文 就是把经文断章了 一半一句话就取前半 就停在那里 后面不读 去指一句话 你不可能用几个单词 虽然现在年轻人 韩国也一样 中国不知道怎么样 韩国经常有一些年轻人 现在网络语言 就一个字两个字 所以韩国的一些学者们说 他们说我是中国人 他们说韩国人的文化 面临着史无空前的危机 因为现在年轻人不学文法 完全把以前的语言系统摧毁了 一个字 甚至一个单词 一个笔划 韩国的笔划就代表一个意思 发那个短信的时候 直接用笔划 不是中国那种为了安全 用拼音Z 来去什么教会 集合 一句话要理解意思 单词要在句子里完整的 逐于卫兵 是吧 有的时候缺少一些要素 但是至少大 那个句子在文章里面 能够知道作者什么意思 你要脱离文章来看一个句子 脱离句子看一个词的话 你怎么能够知道 对方在说什么呢 所以没有不能按字句来解释 对不对 否则的话就摧毁了圣灵的永恒性 那时候圣灵不存在 基督复活升天以后 才冒出来一个新的存在 圣灵 另一个例子 就古时的神人同行论者 之前我们也讲过 这个神人同行论者 和今天我们说的拟人不同 古代的神人同行论者 他们误以为 那些教父们主张 他们讲道的时候 也谈到耶和华的眼目 耶和华的手 耶和华的膀壁 然后他们就批判教父们 然后主张所谓的这个神 也有胳膊 真的有胳膊 真的有膀壁 真的有眼睛 真的有耳朵 真的有形体 身体 所以实际上也是一种 自具主义 自面解禁 第二 加尔文不仅批判 他们的解禁的问题 还提出他们这种主张 是与基督真实人性不相符的 他提到了 谈到这一点 一定要注意两个限制 基督的人性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两个限制 第一 首先不能有任何减损 基督属天荣耀的事 基督复活的身体 如今在腹的右边 如今在右边掌权 获得那个尊贵的权柄 那个荣耀不能抹杀 不能降北遍地 第二 我们也不能将任何与他人性 虽然在那种荣耀的状态当中 不能赋予他人性不存在的属性 或者是赋予与他人性不符的属性 归给他的身体 那个倒成肉身 那个亲自在受苦 为我们被挂在石子架上 后来复活 虽然获得了这个不朽性 甚至外形发生了某种变化 但是他仍然是具有被造的这个属性 他仍然是肉体 所以不要给他添加另外的属性 这个待会我会细讲 丝毫没有人用人的理性去度量这个奥秘 或者将这局限于自然规律 路德宗批判加尔文的主张是 你们太过于理性了 总用理性去解禁 结果自己的主张去反理性 然后认为你们太自然主义了 遵守自然规律了 结果自己主张的违背了一些自然的属性 我们教导基督借着外在的象征和他的圣灵 降临在我们身上 好用他的身体和血真正更新我们的灵魂 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包含着许多神迹 加尔文称之为神迹 那实在是 所以这个不是自然的现象 是奥秘 因为若说灵魂从那来自于地 且必死的身体之中 获得属灵和属天的生命 没有比这个更与自然相悖的 什么意思 我们的灵魂透过圣餐 圣餐里面 如果只是凭着基督这种单纯 到复活之前的 或者说升天的 那个必朽 当然升天之后就不朽坏的 必死的身体的话 是不足以赋予人真正的永生的 这是违背自然的 物质的都是有限的 若说被天和地分开的那个两个事物 尽管相离甚远 但仍不仅仅 不仅彼此相连 而且是合而为以 以致灵魂从基督的身体到的滋养 基督的升天了吗 复活 带着复活的身体升天了吗 饼和杯在我们手中 但是实体是在天上 它们之间存在着无限的距离 那么如何供应我们 自要么的灵魂呢 距离遥远 但是又彼此相连 又在圣餐里合而为以 怎么达到的呢 首先加尔文肯定 我们真的是领受基督 但是不是只是领受 他这个物质性的身体而已 这里的问题 不是神能做什么 而是他喜欢做什么 注意如果我们没有跟我学基督教要义的人 如果你记性好的话 我估计没有人记住 义卷的时候我们讲过 讲到神的全能的时候 有人问我 摸摸这到底什么意思 不在乎他能做什么 乃是在于他愿意什么 圣经里讲的神的全能 不是讲他能力的问题 上帝能统治万有 上帝的全能乃是在于 他喜悦做圣餐里面 圣餐的旨意 上帝喜悦这么安排 我们坚持神照着自己美意 做成他所喜悦的事情 并且神喜悦基督 在凡事上与他弟兄相同 取了跟我们一样的身体 只是他没有犯罪 除了罪 成胎的时候 那是神迹圣灵感应 所以他在母腹当中又没有罪 一生当中也没有犯罪 我们的身体怎样 难道他没有一定的尺度 限定在一定空间之内 能够摸能看吗 跟我们一样的身体 除了罪以外 因此他在复活之前 这个身体就是必死的 是朽坏的 是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是能够摸能够看到 复活之后虽然不朽了 但是他仍然是 与我们一样的真实的身体 而且是我们将来复活的榜样 照着他荣耀复活的身体 我们将也成为复活 贝利比书二章里面说的 与他复活的身体相似 也说他复活成为我们初熟的果子 所以在这里面说 基督复活的身体 仍然是存在着有限 他不可能无所不在 因为他具有跟我们一样的属性 除了他已经经历复活这个特殊之外 其他的跟我们一样 物质的 受空间限制的 能看能摸的 所以在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提到了一个属性交通的问题 这也是路德宗在圣礼上犯的致命的错误 而且是非常低级的错误 为什么路德这么聪明博学的人 竟然犯了这样的错误 这个问题也可以解释 唐宠荣牧师 唐宠荣牧师关于基督论上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是整个基督而非全部灵在 基督灵格在圣参里 是整个基督而非全部基督 这个待会儿一一解释 首先我们来看 他谈到了这个属性不合 属性交通的问题 一个整个基督和全部基督的问题 那至于我们 关于基督如何灵格在圣参里面 加尔文牧师又提到了信仰的 奥秘 不可理解性 不可知性 我们不可以 不能完全理解 但是我们要存着信心去接受 这个和我们传统教会里面 解释不清楚 然后就骗信动 只要阿门接受就行 信就行了 两回事 能解释的解释 解释不了的 圣参基督的神人二姓 三文一体等等 有些东西是解释不了的 所以加尔文就保持敬拜 我们照着圣经所教导 尽可能的去理解明白就好 越过圣经 不要做过多的推论 以顺服 谨慎的思考 去思考这些经文 以求获得 纯权 无瑕疵的理解 所以他不是那种懒惰 随便说信就行了 跟我们生活当中这种 唯信主义是不一样的 整本圣经 这个就是信仰的类比 查考圣礼 这一个教理的教导 不凭着荒谬的热忱 鲁莽的 不加选择的 紧紧抓住 先入为主的意见 这个中国基督徒 传道人最容易犯 我们常常犯的这个错误 先入为主 以某个自己先 持定的某个概念和观念 然后带入到圣经里面 这个先入为主 和我们带着正统信仰的 信经教理的基础知识 去理解 去检验我的理解 是另一回事 先入为主 是带着我们过物的 不符合圣经的观念 然后带到圣经里面 去曲解圣经 是两回事 所以不要混为一台 仔细思想 接受神的灵 感动我们而明白 圣灵光照我们才能明白 专靠圣灵 从高处服侍 然后谦卑自己 免得违背神 这种态度 得到对基督话语的解释 在此比较困难的问题上 我们效法那蒙府 那有府的童贞女 玛利亚的榜样 怎么会有这事呢 不是不信 而是说我还没结婚 怎么能会生孩子呢 他相信寻求明白主的意思 并非不合法 谦卑的求问和 主啊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 两回事 所以始终在主的面前 不知道的是 存着一个谦卑谨慎 恐惧战争 然后信靠的态度 因为最能够有效的 兼顾敬前人的信心的论证 莫过于比表明 我们所顺速的教义 来自神纯粹的道 我们所阐述的是来自神的话 依靠神话语的权威 不是靠着随便寓意解禁 不是靠着这个 罗马天主教那种寓意解禁 灵意解禁 然后也不是靠着路德宗这种 不严谨的错误的解禁方法 按照字面主义等等 而是真正明白 圣经到底在讲什么 根据圣经所教导的经验 来建立我们的信仰 基督复活之后的身体是有限的 并且居住在天堂天上 直到末日再临的时候 宣告此真理的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 而是圣灵 这个背后的哲学我就不讲了 我们对手如何大胆的回避 这些教导此真理的经文 我们并不非不晓得 我们知道他们逃避 所以基督的身体是有限的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 基督说他要离开世界 约安福音十四章二节 我要离开你们 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离开是与你们有益的等等 这种离开 他们说这种离开 不过是指必死的这种状态 必死状态将要发生的事情 那基督就不会基督死脱离了这种必死的状态 复活之后这种有限就脱 这种有限就摆脱了 他们的意思这样 原来是有限的 在加利利就不能在罗马 复活以后就这种有限的性质就变了 因此推论得到基督在肉身中 与我们同住的方式 不可能是与他差遣 他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方式相同 第二 基督也明确的说 他不会一直与门徒在世上 马太福音26章11节说离开你 那他们这样解释 基督在这里否认 他在世上会一直穷乏 你看他们解释完全不一样 就跟经文正常的读 获得的结论就不一样 基督自己也预言了很多次 要死 埋葬 第三天复活 天使也对 使徒新传1章11节 对那些举目望天的 泛懵的门徒说 加利利人不要举目望天 那个基督怎样升天 还要怎样再临 在临的时候 来带着身体可见的升天了 已经离开这个地上 基督而且应许是 他离开之后 另一位宝会是圣灵 邻格在他们中间 虽然他说 暂时你们要看不见我 暂时你们要再见我 但是再见是圣灵来 但是在位格上 另一位宝会是真灵的圣灵 那个使基督私利复活的灵 被称为基督的灵的那个圣灵 基督肉身还在天上 奥古斯丁谈到了基督 以三种方式与我们同在 一个是威荣 他神性的威荣 这个也不用说 护理上帝 基督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着万有 还有个奇妙的恩典 借着圣灵 某种奇妙的方式 与我们同在 基督是神的独生子 也是人子 因为是神 所以无所不在 并且作为与人同在的神 就在神的圣殿 及教会中 因为他真实的身体 具有尺度 也就是天堂中的某处 他占有一定的空间 我们看到即使基督与教会联合 他并没有将他的身体带离天堂 所以这就是属性交通 属性交通是指基督的神性和人性 在魏格里联合 将某一个属性 某一个性 比如说人性 或者是神性 他的一些属性归给魏格 注意归给魏格 魏格的交通 是在魏格里 透过魏格 in through 然后upon 向着魏格 在魏格里 透过魏格 因为基督有真实的人性 所以有的时候说 人性的一些属性归给基督 整个基督 神性一些特征归给 所以在里面交通 神性仍然神性 人性仍然人性 他们各自保留自己的原有共有的属性 神就是神 人就是人 没有变 没有魂 没有减损 在魏格里联合 同一位基督 既有限 按着人性 既无限 无所不在 按着他的神性 路德宗认为复活之后 基督的身体就融化了 荣耀了 获得了神性的一些特征 其实就是被神性同化了 那个神性不再 那个人性不再具有有限性 不再无朽性 不再受空间限制 可以无所不在了 所以他们在属性的交通这件概念本身上就搞错了 而且在这个中世纪神学家们主张的一个这个是整个基督 而非全部 整个基督呢 这个是Totus 全部是Totum Totus是指基督的位格 位格是不能分裂的 所以无论基督 邻格在哪里 是整个基督 不是一半的基督 所以按照他的神性基督整个 有无所不在 把他的神性 属性 归给他位格的时候 我们只能说基督 整个基督与我们同在 但另一方面呢 他的人性 仍然保留的人性 有限 空间 不能无所不在 所以 邻格在我们中间的 不是每个部分基督都临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 人性是有限的 不可 没有离开天堂 没有离开天 仍然负责右边 所以那是 这是什么理解 所以这是奥秘吗 全部的基督临到我们 不是蓝之断臂 但是他的身体又在那 这个我们物理上 经验上 我们现有的知识 是无法理解这个问题的 但是这就是界限 你不能把基督割裂开了 是整个位格 我们接纳的 吸收的 领受的 不是一半的基督 但是我们要知道 基督无所不在 按着他的神性 但是他无所不在的 不是意味着 他的每一个部分 包括他的人性 也无所不在 所以各自联合 属性交通 联合一个位格 一个位格不可割裂的 但是位格里面的两个属性 不能混合或者消灭 各自保留完整的特征 无所不在 按着神性 坐在父的右边 受空间限制 按着他的人性 所以路德宗 在这两个方面都犯了错 圣参礼 真的基督身体 同在 内在 在底下 身体就超越了 时空的限制 因为他们认为 基督复活之后 人性的人性 包括灵魂和身体 是神化了 超升华了 变成一种 具有神性 无所不在的 不受时空限制的 这样的存在 这是路德宗 跟改革宗 神学里 基督论上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区别 严格这么定 定的话 都可以定异端了 不混不乱 不分不离 这是加克敦的 四个原理 判定基督 神人二性 魏格联合的 一重要的规则 结果 人性变了 神化了 最后我们来看 正确的领受圣参的方法 当然这个 其实是一部分 然后 下一节课 我们会继续的讲 实行圣参 领圣参的这些方法 但这里面也提到 就是加尔文批判前面的物质 并变身体 九变血 也否认混合的 内在的 同在的 同志说 基督身体真的 灵各在今 那到底如何领受 基督的身体和血呢 加尔文提出的是 真实的 reality 还有就是 而且是属灵的 spiritual 那他所走的路线 一般被称为 中间路线 中间路线 和中国的中庸 中道又不同 和其强派 没有立场 又不一样 中国基督徒 有些网络语言 真的是令人很讨厌 有时候用得很爽 能够非常深入骨髓的 把一个问题说清楚 但是有时候很讨厌 因为有一些 没有基础的人 乱用这个概念 把正确的 不激进的 不偏激的 说成是 目伦两可 或者是 霍西尼 或者是 骑墙派 或者是中金 或者是 没有主见 为什么 加尔文在 面对慈云礼派 这种过度 轻视盛惨的 形式 记号 只不过是 纪念而已 丙不丙无所谓 重要的是 看见丙想到 见物思 什么来着 之前谁告诉我 看到丙想到基督 纪念他就OK了 像我们在墓旁 看见墓盆 想到过去 记忆这个默念 很重要 实际无所谓 触景生情 接着某个事情 刺激我们 想到那个 就行 想很重要 所以丙不丙 就轻视了 那天主教呢 这个丙就是基督的身体 一半的程度 路德宗也是 所以他在这种 诸多的观念当中 采取的方法 好像是第三路线 或者中间路线 但是他不是政治性的 故意 虽然他也竭力的想 在路德宗和 这个慈云里中间 做和睦的工作 在改革派 当时的福音派 相对律法主义 功劳主义 罗马天主教 这些福音性的 信仰的阵营里面 寻求和议 当然有政治性的考究 但不是绝对政治性的 这种狡猾 在人群当中 谁都不得罪 这种狡猾 不是这种 它是扎实的 根据圣经 忠于圣经 合乎圣经 圣经里面的观念 既避开了 慈云里的这种事 只不过是一种 所谓的比喻 这种 然后又避免了 路德宗过于 自面的这种错误 真正合乎中道的 合乎圣经的去主张 所以被称为 中间路线 所以这个中间路线 不要用我们 那种人性的诡诈 左右风源 那种中庸 在左派右派之间 寻求所谓的平衡 不是 跟平衡和中庸 不是一个概念 慈有限 但是这两种 极端都避免了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他讲到真实 那个真实 就是反对 慈云里的 纯粹的纪念所 并不重要 也反对 马基安主义的 这个属灵的身体 基督只不过是 属灵的身体 没有幻影派 没有这个 真实的 优血有肉的身体 同时呢 他也说到 这个属灵的 基督真实的 灵格在圣残里面 但是不是物质的 是属灵的 拒绝天主教的 变之所 并直接变身体 也避免天主教 路德宗的这种 同志所 顶里面夹着 基督的身体 也避免了 模拟教所谓的 主张神有身 而是属灵的 对于凭信心 接受的奥秘 我们并不 等等 凭信心 所以他采取 雅各书所说的 我们存着清洁的 温柔的 谦卑受教的心 去领受这个奥秘 这个超乎我们 能够理解的 但是尽可能的 靠着圣灵和圣经的解释 尽可能的去解释 教导 我们是靠着圣灵 测不透的作为 领受基督的身体 和与圣灵相交 是不一样的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与圣灵相交 加尔文说 基督真实的 被我们领受了 但是不是物质 肉体的那个身体 而是在圣灵奇妙的 作为里面 我们以一种 说不难以言表的 去领受 吃基督 真实的吃 真实的和 但是是属灵的 借着圣灵的工作 大能 最重要的事情 是明白基督 从前一次 为我们献入身体 如何成为我们的 他流的血上有份 拥有基督家 基督的一切全部 从而享受 他一切的福 基督成为我们的基督 三卷一开始就讲到了 借着信心 在圣灵里面 与基督联合 我们属于基督 基督属于我们 这种神秘的 暴秘的联合 使基督成为我们的 于是基督里面 一切都归于我们 是借着圣灵 这种奇妙的 无法说明的联合 类似 也是无以 难以言表的 这个领受基督 真实的领受基督 不是纪念 也不是象征 不是物质的 属灵的 所以那个 单吃基督的血肉之躯 是不能滋养我们灵魂的 而是基督的血肉之躯 里面由那个生命 真正的生命 基督到 我们领受他 但是如何领受呢 圣灵奇妙的工作 同时也是借着信心 所以领受的方式 他提到了两点 一个是凭着信心 没有信基督的人 跟基督没关系的人 吃了饼 喝了杯也没有用 所以你的理论的话 本来他就不认识基督 所以谈不上纪念 但是天主教和路德宗 多少都饼和基督之间 有不可脱离的关系 前者是完全变成基督身体 后者是里面夹着 所以你吃饼的时候 直接就吃了基督 领受了基督 加尔文说 在乎信心 不认识基督的人 吃了这个外在的戒指 也没有用 奥古斯丁说 预备不是嘴巴 乃是预备心 圣餐唯有人的心设立的 唯独是为人心设立的 所以我们领受基督 确实的相信 接受他的时候 直到自己所想的 然后接受了这些应许 充满是带着信心去接受的 所以信心是唯一领受圣餐的途径 第二 靠着圣灵 为什么 这是属灵的 因为圣灵神圣的大能 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纽带 三卷里面 第一章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圣餐中献于基督身体 与基督献上的 所以加尔文 谈到不是那种纪念 饼是空的 就是个饼 大麦饼 真的 加尔文强调这个reality 强调这个真实的 但是又不是天主教那种真实 也不是路德的那种 所以既是真实的吃喝基督 但同时又是 透过圣灵奇妙的大能 所以凭着信心领受 时间的缘故不再讲了 总结 天主教认为圣餐的物质 真实的变化 成为主的身体和血 路德宗认为 圣餐的物质并未变化 但主的身体真实临在其下 加尔文 我们认为基督的身体 乃在扔在天上 但圣灵的大能 在圣餐中 我们领受基督的身体 关键除了背后所支配的 神学哲学思想之外 对圣经的诠释不同 区别在于 字句主义 还是寓意主义 字句是路德 寓意是天主教 还是按照文学的诠释 文法正常的解释 解经的结果也不可违背教理 唯读圣经是必是要的 我说这个读是阅读的读 特别是那些自以为自己的解经就是最高权威 就等于圣经的意思 今天有一位弟兄 认识我们认识了可能大概有六七年了吧 一直聊得挺好 然后今天又跟我沟通了 他就讲他 因为他大概六七年前接触了一个弟兄 上海的某某弟兄我不提了 那小子就是强调圣经神学 所以什么师父带入门很重要 抱着圣经神学就以为打遍权架无敌了 他以为圣经神学就可以把教义神学关进朗宫 错特错 这是施尔莱尔马赫之后 是巴西之世纪之后 科学分科和神学分科之后带来的弊病 结果圣经神学脱离神学系统 独立另立一个门 门派 开始是这个施尔莱尔马赫正式的在大学里面分科了 结果就脱离了古典的解经 古典的解经 圣经的注释历史的文学的属灵的 他们的属灵不是寓意是神学的解经 教义性 所以你的解经一定要符合文法 古典当时的背景等等 也符合历史 历史上的正统解经 也符合神学 你解释出来一定导出神学的结论 你不可能客观的只是表述圣经的事实 圣经事实启示的是救赎的教理 里面一定要有神学化 所以这些懂一点皮毛 就以为懂得全天下的人 功夫不扎实的人 常常拿圣经神学 结果就唯读圣经 天天你再唯读 你也是研究别人的这些英文圈的那些注释吧 你以为这些注释的人 他没有他们的神学吗 你仔细读的时候 你发现都有他们的神学前提 所以这些人一方面好像很单纯 另一方面又无知 就把自己以为圣经神学是绝对的 真正的神学 从来不是把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分离开来 系统神学不是无根的草 好像在空中靠着想象和哲学猜测搞出来的 都是靠着注释 而注释的时候里面也有神学在里面 所以学问越学越谦卑 不好的学问越学越骄傲 拿着一个大饼就当着这个全部一样 抱着一个象的尾巴 以为获得了枕头象一样的这种错觉 所以你自己的解经不等于圣经本身 解经天主教 慈云礼 路德宗都是这样 你自己的解经不等于圣经本身的意思 如何忠实的去诠释圣经 需要圣经诠释的本事 技术 谦卑的心等等 依靠这个 还有就是不要违背 正统的解经和教理 特别是早期大公教会的信经 基督所取的身体与我们完全相对 不因为他的复活就变成神话了 属于人的特性不可忽视 虽然他是拥有了复活 拥有了不朽性 但是他仍然受时间和空间 受空间的限制 不能无所不在 所以这种属性的交通的概念的混淆 和整个基督与全部基督的概念的不同 Totus和Totum Totus是位格 我们所接受的是位格性的基督 整个基督 但是领受现在不是Totum基督 因为基督的身体在天上 救他的神性无所不在 救他人性 他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 直到世界的末了再临的时候 人受造的本性是有限的 必死的物质的 基督复活后的人性停留在天上 附的宝座的右边 圣餐中的灵格临在 并非改变基督人性固有的属性 神话了 无所不在了 而是借着圣灵的大能 奇妙的是我们经历 这里我今天没有讲 还有加尔文的圣餐论 不是降下来 是把我们提到天上 与基督相交 饮基督 喝基督 这是下一节课我们要讲的 我们当以信心靠着圣灵 领受基督的身体和水 是真实的 但是是属灵的 这个属灵是指靠着圣灵的 奇妙的作为 我们明白了基督 天主教的圣参论了吗 了解了路德宗的圣参论了吗 天主教与路德宗 在圣参论上有何相似之处呢 路德宗如何取解了 属性的交通的意义呢 在领受圣参中 信心有何重要性呢 我们如何真实属灵的领受基督 为我们 为我们的粮食呢 本课中真实的是指什么 本课中属灵的特别是指什么 那这一课给你带来了 怎样的觉悟呢 下节课我们将学习 教会圣礼的第十讲 圣参的目的 性质 实行和效率 预读的范围是 17章35节到50节 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